学校附近的生物工厂发生爆炸 有毒的橙色浓雾包围了整个街区 被病毒感染的人就会变成行尸走肉 学生们躲在学校的地下避难所 希望能够逃过一街 胖妹对着手机录下一段小视频 如果她死在了这里 外面的人发现后 还能通过这条视频找到她的家人 如今他们已经被困在教学楼两天了 这期间他们没有获得任何施救 更可怕的是 学校里已经有学生发生了变异 比如格罗福的妹妹奥美 她在躺下后不久便彻底失变 凶猛地呼向了哥哥格罗福 幸亏格罗福反应迅速 一脚踢开奥美锁上了房门 不愿放弃的她 尝试着呼喊奥美的名字 可惜奥美只是顿了一下 随后便一脸残暴地 从另一扇门逃了出去 格罗福担心奥美伤害更多的人 最终还是把奥美变异的事告诉了大家 他们现在必须先把奥美找到 在迪塞尔的安排下 所有人两两分组 拿起武器分头寻找 只有呆子还在篮球场专心练球 压根不知道场外发生了什么事 迪塞尔和胖妹一组 碍于胖妹有了身孕 迪塞尔一起地 把她堵在了一个安全的房间里 自己一个人出去寻找奥美 队长和金发妹一组 她看到了储物柜上面的血迹 她让金发妹待在原地不要动 自个儿上前去查看情况 队长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后 金发妹越想越害怕 忍不住走出去寻找队长 结果好巧不巧的 碰上了奥美正在啃食呆子的尸体 变身形狮的奥美 自然也闻到了金发妹身上 新鲜血肉的味道 立马扑了上来 此时的奥美身手异常敏捷 金发妹不是对手 只好一直躲避 好在队长没有走远 在队长的帮助下 他们终于逃出了储物室 奥美一路追到了走廊上 碰上了到处寻找妹妹的格罗福 亲哥哥的血肉明显更吸引人 奥美立马调着目标追了过来 格罗福冷静地绕来绕去 成功将她引到杂物间锁住 随后就召集所有人到储物室前 商讨着要不要把奥美干掉 一些人觉得她吃掉了呆子 还有可能伤害了更多人 所以应该把她除掉 奥美的哥哥当然不同意 她始终认为 奥美内心身处是有意识的 艾蒂南提议 暂时先把奥美留下来 毕竟他们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 他们可以通过研究奥美 得出对抗变异人的方法 所有人离开后 艾蒂南偷偷举着喷火枪 靠近奥美 奥美看到火焰后 立马安静了下来 很显然艾蒂南知道 形势是怕火的 随后艾蒂南通过电台和外界的人 说了句导火线 还没来得及再多说什么 黑妹就走进来了 吓得艾蒂南赶紧取下耳机 艾蒂南通过查看学生档案 发现了黑妹偷东西的事 而且她偷的不是普通的东西 而是化学瓶铁锈和铝粉 这两样都是十分易燃的物质 更诡异的是 几天后化工厂就发生了爆炸 艾蒂南由此推测 黑妹用这些材料制作出了燃烧弹 由此引发了化工厂的火灾 就此 艾蒂南彻底握住了黑妹的把柄 另一边 葛罗福去看望奥美时 发现了她身上的烧痕 再看看地下的喷火枪 不难猜数是艾蒂南在折磨她 葛罗福怒气冲冲地跑去找艾蒂南算账 艾蒂南却说 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家着想 最起码她发现了电影人怕火的秘密 而且要不是她提议留下奥美 奥美早就被其他人干掉了 说完 在场的队长 胖妹 迪赛尔等人 纷纷举手同意艾蒂南继续研究奥美 只有黑妹迟迟不愿表态 通过这几天的相处 黑妹已经对葛罗福动了心 她爱屋及乌不希望奥美死 奈何 艾蒂南手上有她的把柄 在艾蒂南的胁迫下 被迫举起了手 葛罗福看到后伤心离去 她不忍心看着奥美像被动物一样 关在笼子里 更不忍心她被艾蒂南残忍的折磨下去 于是乎她拿起喷火枪 打算了结奥美的性命 亲手给她解脱 可见到妹妹后 葛罗福坚硬的心又软了下来 没办法 她只能请求迪赛尔帮自己一下 迪赛尔出于好心 干脆把奥美放出了教学楼 毕竟奥美跟外面的行尸算得上同类 总比呆在这被IT男虐待强 与此同时 队长因为没有按时注射胰岛素 已经出现了幻觉 她幻想出呆子在卫生间里袭击她 她觉得教学楼不安全 外面的世界才是安全的 因此发了风势的往外冲 担心队长随意出门 会放进来行尸和病毒 迪赛尔急忙跑去拦住队长 纠缠一番后 队长被迪赛尔一拳放倒 现在她急需胰岛素 如果几小时内未能及时注射胰岛素 她八成就要领盒饭了 教学楼里有一千个储物柜 还有大大小小的教师办公室 幸运的话 他们还是能找到胰岛素的 葛洛夫二话不说 就去找工具准备撬柜子 另一边 IT男在校长办公室的冰箱里 发现了两只胰岛素 黑妹总进来问她找到了什么 她却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发现 随后IT男销毁掉了其中一只胰岛素 把另一只递给了金发妹 金发妹担心IT男对自己那么好 是贪图自己的美色 结果IT男压根没看上她 而是有着更生存的计划 不管IT男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急于救人的金发妹 还是接受了这只胰岛素 给队长注射完胰岛素后 她终于恢复了清醒 可是这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迪赛尔尿尿后正准备洗手时 发现每个水龙头里都没有水了 她走进房间 严肃地告诉格罗夫等人 教学楼停水后 黑妹在咕噜房隔壁的地下室里 找到了大楼的管道地图 或许他们能修好排水管 迪赛尔则怀疑 是外面的抽水站出了问题 因为她检查了每一处水管 没有发现任何堵塞和泄漏 他们待在里面 根本没办法解决水的问题 把剩下的食物和矿泉水分一分 只够他们支撑七天了 不过还有另一个办法 格罗夫知道避难所里有防毒面具 只要他们拿到防毒面具 就可以走出教学楼了 问题是 现在避难所里都是便衣人 恐怕他们还没拿到防毒面具 就先被咬死了 这时 艾提南提议用火焰驱逐便衣人 只是这样很危险 一个不小心就把整栋大楼烧没了 黑妹紧接着提议 他们可以用毒气体催眠他们 她对化学药品颇有研究 只要能拿到原材料 她就有信心制造出毒气体 艾提南没想到 黑妹居然有胆量反驳自己 她故技重施 又拿化工厂爆炸那件事 威胁黑妹 没想到这次 黑妹不吃这一套了 大不了就鱼死网破呗 谁怕谁啊 而格罗夫见黑妹 如此勇敢的顶撞了艾提南后 对她大为改观 俗话说的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格罗夫原谅了黑妹举手一事 两个人重归于好 另一边 艾提南又在用电台联系外界的人了 她告诉他们 教学楼里没水了 快来支援她呀 谁知对方却拒绝了她的求救 并告诉她 如今的事态已经完全失控了 他们也无能为力 格罗夫陪黑妹一起去化学实验室 拿化学用品 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一个变异人 黑妹赶紧解下格罗夫的裤腰带 把变异人锁在里面 从正面进入实验室看来是不可能了 黑妹计划着从通风口进去 通风口狭小 只有瘦的人才进得去 身材苗条练过体操的金发妹 显然是最好的人选 他们两姐妹就这样背负起众人 在众人的鼓励下出发了 金发妹打头阵 带着黑妹一路磕磕碰碰的来到了实验室 只见她一个后滚帆潇洒落地 转过身又去接应黑妹 两姐妹刚刚把材料收集好 刑事就走进来了 黑妹和她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搏斗 她拿起一旁的力气 刺向刑事的胸膛干掉了她 那玛丽的身手 简直就是花木兰附体 之后黑妹和金发妹 顺利地回到了安全楼层 见女友安全归来 这可把队长激动坏了 激动着激动着 两人就进了房间 开始放飞自我 黑妹则在另一个房间 加班加点地研制催眠毒气体 激烈过后 金发妹坐在沙发上休息 胖妹过来找她道歉求和 曾经她们也是一对很好的姐妹 要不是因为一点误会 她们也不会分开 现在在末日面前 一切误会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金发妹原谅了胖妹 并主动拥抱了她 很快她就发现 胖妹的肚子大了 这才知道了胖妹未成年怀孕的事 在金发妹的鼓励下 胖妹勇敢地说出了自己怀孕的事 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队长还善良地把自己的水分了胖妹一瓶 这个时候孕妇比她们更需要补水 就在大家一片和谐之时 威胁正在悄然靠近 刚才被贯穿胸膛的丧尸 却又冻了起来 她顺着通风管道爬出了实验室 眼看着就要进入到众人生活的空间 IT男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们能顺利拿到防毒面具走出去吗 黑妹又为何要炸毁化工厂呢 静静期待下一节的解说